在中国的限电措施 现在连带让中国十一国庆也受到影响了 包括现在说在广东 本来已经准备好要做大型的灯光秀庆祝 但如今却因为限电的关系 全部都喊哈也算是冲了首例 不过接下来我们说要破纪录 可能是有点难 这个是美国职棒大联盟天使队 今天宣布大股产品已经投完了 本季最后一场先发 好 这也意味着 这个大股产品 看起来这一季不太可能达成 之前贝比鲁斯创下来的记录 不过明年它继续会以二刀流的身份来出赛 所以接下来还是有机会 继续来挑战这个之前贝比鲁斯的记录 但当然很多人都说 真的是历史的回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呢 电板 现在学生还有人在用电板吗 应该还是有的 不过如果把偶像明星印在电板上面 现在真的是蛮少看到的 这个是文史工作者张哲生 就下一次的网友分享 还记得吗 1992年当时还要洗照片的时候 快速冲印赠送的小旋风林志颖 电板 也勾起很多五六年级生 满满的回忆 当时这个是唱片公司 为了年纪只有17岁的林志颖 制作了首张专辑 不是每个烈曲都有美好的回忆 当时这首歌真的是红番了 电板上你可以看到林志颖的灿烂笑容 这个就是他17岁的时候 好 这段贴文也成功调出了林志颖 本尊很感动的回应她说 看到这块电板都不自主地唱起歌来了 真的是回忆满满 那么林志颖说有的时候翻翻以前冲写的照片 也是觉得蛮有温度 尤其看看自己的电板 也觉得其实跟现在没有太大的差别 一样保持得很好 不过我们说男星就是男星 状态要保持得很好 007的电影很多人很好奇说 到底下一集007会是谁呢 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整整延迟了一年半才上档 所以在伦敦的首映会上面 连凯特王妃都来了 当然很多人说 丹尼克雷格他现在演完这一集 他就不演了 接下来谁来接007的角色呢 现在传出有可能是非演员 也有可能接下来007是女生 刺激枪战 净凑剧情 最新007电影生死交战 被疫情耽搁一年半终于上映 这也是现任庞德丹尼尔克雷格 最后一次单纲 不料28号在英国伦敦举办的首映会 007跟庞德女郎的风采 竟然被他抢光 威脸凯特跟查尔斯夫妇 齐居一堂英国王室现身力挺 其中凯特王妃一身金色斗篷礼服 身逼剪裁 让粉丝直呼完胜庞德女郎 生死交战是达尼尔克雷格第五次 也是最后一部007电影 谁来接任詹姆士旁的一角 引起外界好奇 外传007可能不再如以往 由白人演员丹刚 虽然当年跟丹尼尔厮杀到 最后关头财败阵的超人 亨利卡维尔 被视为可能人选 但这次也有机会 轮到飞翼演员来当特务 包含英国男星伊卓斯艾巴 以及雷吉尚佩吉等 非议男星呼声都很高 更夸张的是 庞德可能会从先生变小姐 从1962年第七号情报员到现在 永远帅气的詹姆士庞德 已经陪伴观众易甲子 不论接下棒子的是谁 势必都将引爆话题 The name is Bond James Bond 在地新闻承还报道